暖男 平男 模特 演员 说的正是上辈子拯救地球 才能嫁到的好男人张亮呀 近日张亮一身帅气 灰色花西装 亮相某时尚活动时 心情看上去可是大好呀 跟节目中张导师的形象比起来 脸上多了些笑容 少了一些严肃 难道是一心想要做名严厉的导师 才故意那么做的吗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 其实当时在录节目的时候 我对我自己的定位 应该是蛮吸引的 但是后来我看到很多学员 然后就会让我想到 我以前刚刚入行 然后想要得到老师 或者是一些前辈的指点 其实我很知道这些学员 在当时当下 然后站在舞台上那个阶段 当时他们心理状态时 所以整体节目当中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思想的导师的 其实节目主 比如当时给我听过 也就是说一定要很严厉一些 但是我当时就是 自己想要去 就是塑造这么一个感觉 或形象的话 但是我觉得在台上 我看到很多新的学员 就是自己有一些不忍心嘛 我觉得还是想要 以我自己的方式 然后去 去传 就传达一些我的想法 或者是对一些新的学员的一些意见 所以我觉得就是 真正秀的这种节目 比较舒服就好了 一定要很自然的 你如果特别刻意地去表演 或者是去说一些什么话 我觉得观众也有点接受不了 跟做个思想导师项目 小有我更关心的是 第二个baby的降临 对 是要有了 他要当哥哥了 应该有最降 应该有最降 据小有我的图册 应该是个女孩 没看到微博上天天 穿条小裙子出来玩耍吗 说不定裙子就是给小妹妹准备的 由乎 贤而乐 期待小baby的降临 您播报道 暖男 途男 模特 演员 说的正是上辈子拯救地球 才能嫁到的好男人张亮呀 近日张亮一身帅气 灰色花西装 亮相某时尚活动时 心情看上去可是大好呀 跟节目中张导师的形象比起来 脸上多了些笑容 少了一些严肃 难道是一心想要做名严厉的导师 才故意那么做的吗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 其实当时在录节目的时候 我对我自己的这种定位 应该是蛮犀利的 但是后来我看到很多学员 然后就会让我想到 我以前刚刚在武汉 然后想要得到老师 或者是一些前辈的指点 其实我很知道 这些学员在当时当下 然后站在舞台上那个阶段 当时他们的心理状态似的 所以整体节目当中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思想的导师 其实节目主 比如当时给我听过 也就是说一定要很严厉一些 但是我当时就是 自己想要去 就是塑造这么一个感觉和形象 但是我觉得在台上 我看到很多新的学员 就是自己有一些不忍心 我觉得还是想要 以我自己的方式 然后去传 就传达一些我的想法 或者是对一些新的学员的一些意见 所以我觉得就是 真人秀的这种节目 比较舒服就好了 一定要很自然的 你如果特别刻意地去表演 或者是去说一些什么话 我觉得观众也有点接受不了 跟做个思想导师项目 小有我更关心的是 第二个baby的降临 对 是要有了 他要当哥哥了 应该有最降 应该有最降 据小有我的图册 应该是个女孩 没看到微博上天天 穿条小裙子出来玩耍吗 说不定裙子就是给小妹妹准备的 由乎 贤而乐 期待小baby的降临 明博报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